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点激烈喔 有点激烈喔 厉害厉害喔 我们的妹妹也赢了好厉害喔 我们第二个POSE 开始 不对方向不对 你要跟他一模一样 我们是一样跨活 很好 第二个POSE 哇 两只手绝开 五 十 十五 没有 好 第三个POSE 有一个烧手弄姿的感觉 谢谢 谢谢第三个人挑战成功 3 2 1 你们大人都不要跟小朋友讲 小朋友来 大声念出来 那是新闻秀与诚 没错答对 来来来 我们等一下一起拍个照 谢谢大家 今天在台语新闻秀 咦 自己站上来 我们是要去后面拍齁 但是我知道你很享受在雨台上的感觉 那接下来是媒体联访 我第一次QD媒体联访 我也是觉得蛮害羞的 对于第一次主持有什么样的想法 呃 有点害羞 因为平常都是被问问题 然后等着大家Q我 然后今天要Q大家 就有点害羞 那时候这个联盟2 里面我最喜欢的呢 就是最新最新的角色 最新的角色就是那一对熊妹 但是有时候想要分享又怕暴雷 反正就很喜欢就对 但是后来怎么样不能说 就是希望大家呢 就是多一点赞 公众路的抗压性成长 很大部分来自于粉丝的支持鼓励 那其实我在刚出道的时候 我有个反护的粉丹 叫反金牌妹粉丝 然后做了一个影片 就很像复仇者蕾翁一样 但他们毁灭的目标就是我本人 他们做了一个影片 然后就是地球上有个金牌妹 然后他是大坏蛋 然后他们是复仇者蕾翁 要把金牌妹毁灭 这样的话世界就合体了 但是现在呢 复仇者蕾翁已经演到二了 我还没有被他们消灭 天哪